Hello,大家好 那这堂课我们就来具体的学习 Register Recognizer 那我们当然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点击,对吧 Tap 那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 Tap Demo 放一个视图在这 嗯,太麻烦了 UiView 放一个视图在这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背景色 比方说用这个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手势识别 Gesture 最简单的就是Tap Gesture 对吧 好,我们加入来了 并且把它们也建立了关联 对不对 建立了关联 我们来看一下它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它的属性 其中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身的Tap Gesture Recognizer 它自己的属性有什么 一个叫Taps 一个叫Touch Taps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有个解释 就是你放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有解释 你看它这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点击的次数 就是点击的次数 对吧 它的具体的方法叫 它的具体的代码方法叫 Number of Taps Required 就是需要去点击的 就是同时点了几下的这样一个次数 那么默认的是一 一也就是什么呢 点击一下 它识别点击一下这样一个情况 那Touch是呢 猜都不用猜了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帮助 就是有几个点在点 几个点 也就是我们的多点触控 默认的也是一个点在点 那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两个点同时在点 三个点同时在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来玩一下最简单的 那下面这些就很简单了 这个State就状态嘛 是否让这个识别器生效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当点击完了之后 是否要退出我们的这个多点的这个状态 就是点了这个试图之后 它就退出了 不再去响应了 很简单 默认的是yes 这个是什么呢 点击开始的时候 时间是否要延迟 这个是点击结束的时间 是否要延迟 这个我们就用它默认值就好了 这些都很简单 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跟它这个试图已经建立了关联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直接实现 它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就用Storyboard的这个方式 好 实现它的一个方法 我们当然还是用Selector RedViewTap 选一下它这个类型 这个方法我们就建立好了 对吧 那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还是来打开看一下代码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是要去实现 它的这个Action的这个响应 对不对 那就Tap而言 它到底有哪些Action的这个响应呢 到底有哪些Action的响应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Sender Sender就是一个UIType Congalizer这个对象 那么跟我们的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最简单的单击 或者多点 我们能记录它的哪些东西呢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对吧 唯一你非要说 能够记录一些什么东西 是它特有的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呀 Location in View 也就是说是什么 也就是点击的位置 也就是点击的位置 比方说我想看一下 它对当前的仕途 它的一个位置 就用Self.View 返回的是一个位置信息 对吧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个点大家自己去玩吧 我就是反正就告诉大家 Red Tap 被点击了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运行一下 好 点击一下 确实 OK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牢记我们的三步 就是用我们的手势识别器的三步 第一步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这个三步 还记得吗 大家 sorry 把这个打开 我们说我们有三步 第一步是什么呢 用一个 好像有这个功能 不管它了 切换不是特别方便 第一步 建立我们的识别器 建立 第二步 关联 谁呀 关联我们的view嘛 对吧 三步 实现 action 对吧 所以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严格按照这个来做 那如果我们用storyboard是什么呢 建立识别器 很简单 我们把它拖过来就行了 同时拖的时候 我们就完成了跟试图的关联 对不对 把它拖到某一个试图上面 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 只有实现action 所以一定要谨记这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 理解性的记忆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好 那好 刚才我们已经尝试了 包括我们要得到 它自己特殊的一些信息 同时呢 我们也学了type registry conclizer 它的什么 它的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方说是什么呢 什么number of 什么什么 对吧 number of type number of touch 也就是说 它会去监测 你到底是几个点呢 什么 这些东西 那我怎么样来识别呢 举个例子 我来改一下 我还是选中这个识别器 然后我把它属性改了 我给它改成什么 改成 点击两下 点击两下 它才认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点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没反应 当然我点击 大家也看不到 反正我点了一下 它没有反应 我再点一下 也没有反应 所以我要快速的连续 点两下 大家看就出来了 所以双击它才认 好 那我们再给它改一下 我这还是改成单击 改成要两个多点触控 它才认 两个点 我们再运行一下 两个点 有的人说 上帝这个怎么操作 模拟器上怎么玩两个点 很简单 按着option键 然后按着option键 你看 就会出现两个点 然后你在滑动的过程中 就代表它在滑动 就是我们在屏幕上拖那种感觉 然后你点下去 就表示两个点同时点下去了 我们现在滑动一下 这是两个点 对吧 我点一下 你看 OK了 OK了 对吧 而且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 我一旦点成功了 它是不是就消失了 你看我一点成功 那两个点标识就消失了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属性里面 设置的cancel吗 对吧 退出了 好 那一个点呢 我直接点 看没反应 没反应 好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怎么样去玩了 对吧 所以这两个属性 那有的人说不知道 这两个属性是怎么玩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两个属性在哪 如果编码 它就不叫这个了 编码叫什么呢 叫number of 看到没有 number of types required 和number of touches required 这两个属性 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两个属性 所以你们编码 能够知道怎么设置就行了 好 然后 这一块我们就基本上知道了 那有的人说 Sundee 我希望它又能接触 就是又能接受一次性点击 又能接受两次性点击 怎么办呢 那如果在storyboard上很遗憾 你要给它拖多个 拖多个 允许一个视图 是关联多个 手势识别器的 明白吧 所以分别去设一次 两次两次三次这样子 好 那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来练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手势识别 这一刻的手势识别是